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二十几年的平凡人生里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和这个危险的男人产生交集 而一切的开始 是在那一天 叔叔 你怎么回来了 谭司机 不要脸 叔叔 你听我解释 还有你 这对狗男女 我一定会让全公司都知道 你干嘛 今天晚上 不是有刘总的机会吗 她醒了叔叔很久了 就好趁这个机会 把苏苏送给她 对我们的事业 一定有帮助 苏小姐 我来了 你别跑啊 你别跑啊 我和那个女人 你跟上谁 当然是你了 那个女人 怎么能跟你比呢 哪儿 我游了 去给我买均水吧 好 严虞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个人是他一直死缠着我 怎么甩都甩不掉 我心里一直都只有你一个 严虞哥 你们和谁说话呀 所以 这才是你真正喜欢的男人吧 可以扶我进房间吗 你要干吗 我 我 来不及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确定吗 徐世晴 被抢走你二人的滋味 你也感受一下吧 个女人的滋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来刘总已经得手了 祖苏 看我今天怎么毁了你 看来刘总已经得手了 祖苏 看我今天怎么毁了你 你怎么毁了 宁瑞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徐世奇你想干什么 宁瑞哥哥 这个女人心机深重 她是故意接近你的 什么时候我的事轮到你指手画脚 打扰我的好事 还不快出去 要看现场直播吗 走 走啊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啊 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 述所没让你满意吗 这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不过一时冲动而已 原来你是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哪 利用完我就不认账了 该负责任也应该是你负责任啊 只哭的是我呀 好啊 我负责任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哪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才不用呢 后悔了可以打电话 喂 阿姨 您只需要把徐世晴生日当天 所佩戴的首饰发给我就行 放心吧 您孙女的事一定帮忙 好 我发到你手机上 好 徐世晴 你等着吧 看我怎么给你送回大人 请问有这款吗 有的 给我来试条 好 您好 女士 一共是三百万 请问您是刷卡吗 什么 三百万 啊 知道了 派人去珠宝店 把苏小姐今天看上的首饰 全部买下 是 你脖子上的项带是什么牌子的呀 真好看 我是大小姐的朋友 大小姐特地叫我把这个送给你们 拿过去 大家都分了吧 这看起来很贵重啊 我们销售不起啊 不贵的不贵的 网上二十块钱批发的 想不到你们家服务员都这么有格调啊 大小姐特意给我们买到二十块钱一个呢 哪里来的还我 你在胡乱说些什么 对对对 不是大小姐买的 是我自己乱说的 文 二十块钱一个 怎么好意思带出来呀 这爆发户出身的 果然就是小家子气 没想到 你还是挺有手段的嘛 好 凝瑞哥哥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邀你跳开上舞 你不会拒绝的对吧 我已经有女伴了 凝瑞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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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啊 那天晚上的你 可比今天出动多了 这次 又是你主动招惹我的 你等等 不会是佛长作戏 纪总您那么聪明 应该不会当真了吧 巧了 只要你说过的话 我都当真 你家 我家 还是酒店 既然不喜欢 为何那天来招惹我 因为实际情 抢了我男朋友 所以我要抢走他喜欢的男人 我家 你不想传手 我家 我家 你不想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怪 这是谁干的 这些都不是真的 都是在网上买的 这是那天你拿给服务员带的丧链 我已经去专柜验过了 就是正品 不可能了 这个一定是伪造的 如果你不是干了什么不甘不敬的事 这张照片怎么解释啊 这么油腻的人他也行 上几前来真是不挑剔 和他在一起办公 我都心脏 这么着急逃走 敢做不敢当啊 那天的项链是我买给他的 不就区区三百万吗 年瑞哥哥 你别骗他骗了 他自己往骗男人钱了 其实行 你想让大家看看你做的好事吗 原来他是小三啊 没想到给苏苏下药 送给老男人的真凶 居然是他 这也太神奇心肠了吧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们听我解释啊 不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 年瑞哥哥 看什么看 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你啊 我今天过来是谈事情的 而且 我又帮了你一次 我用徐氏签字的身份秘密 明天把苏苏给我开掉 我 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你啊 我今天过来是谈事情的 而且 我又帮了你一次 相连的三百万 谢谢你啊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就凭你那点工资吗 你要还到什么时候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做我女朋友 那不可能 那个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而且还清之后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抱歉 不能让你入院了 我用刑事签进的身份命令 明天把搜索给我开掉 你没收到公司的辞退邮件吗 怎么还有连累公司 你凭什么辞退我 就凭 我是徐氏大小姐 就凭我看你不爽 还不赶紧带着你的东西 给我滚 找你 还是你干脆小上 整个行业的黑龙丹啊 好 我们公司即将被鸡石集团收购 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徐医师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弄的吗 明瑞哥哥 从现在开始 纪总将全面接管公司 稍后会有审计团队 对大家进行逐一审核 请大家认真配合 不 准确地来说 当苏苏的辞退命令 被吓到的那一刻开始 徐氏就被我接管了 所以 苏苏的辞退命令 我没有批准 而且 接下来 我会对员工 进行一个一个的禁止调查 明瑞哥哥 怎么是你 我应该想到的 济一室和徐氏合并 是大家双赢的结果 徐氏晴这里是公司 麻烦你自重 另外我想告诉你的事 是我收购了徐氏 而不是和你们 合作共赢 明瑞哥哥 你肯定还在生我的气 对不对 你要相信我 那些照片肯定是合成的 你别被苏苏给骗了 徐氏姐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最好现在给我把嘴闭上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又这么着急从我身边逃走啊 你这是假公济私 我就假公济私了 你能保我怎么样 老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糟话了 让开 居然跟大老板 老板什么时候对这个苏苏这么上头了 看来小金都有危机了 喂 你好 你好 杜小姐 便于贷款你还是没有在约定期限内还上 现在只能遗憾同资金 我们已经拍卖掉你的房子 喂 你好 你好 杜小姐 便于贷款你还是没有在约定期限内还上 现在只能遗憾同资金 我们已经拍卖掉你的房子 我知道这个房子对你很重要 我保证一定会按时还贷款的 这次我一定能翻身 到时候我一定会加倍补偿你的 老专是爸爸亲手设计的 我一定要保住他 金宁瑞 上车 别让我说第二遍 前面的 她走走了 同拍视频和黑你的水军我已经让人处理了 你不用太担心 我没在意这事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给你借钱 你会答应吗 不会 我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我只做交易 做我女朋友 我给你一次机会考虑 感谢没办法交易 多谢季总送我回家 我给你一次机会考虑 派人去查一下 苏苏最近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要打个�만 照顾 我们走 我聊OS 我们いや 我们许付 我和你妈妈亲手种下的 万一那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她也会陪着你的 宝贝 你可真聪明 先骗那个蠢女人把老宅抵押了 然后我们再趁机吞下 有了这块黄金地皮搞定你爸了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呀 谁能给我拆掉 没用的东西通通扳走 一样不留 别碰它 当初是你亲密签名把房子给了出去的 现在这里是我和孙祖的缸子 都没用的 关系都没有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管这个蜂女人 继续办 你不要 不要 我一定会让你们俩人 为今天所做的所有知情 放出代价 别管这个蜂女人 继续办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我一定会让你们俩人 为今天所做的所有知情 不出代价 蘇蘇 蘇蘇 只要你能幫我把老房子保住 你的要求 我全答應了 不要擔心了 一切由我來處理 給你兩個小時的時間 幫我擺平蘇蘇蘇老齋的事 在家裡的房子裡 把我的房子保留下來 把我的房子保留下來 把房子保留下來 好了 你可不可以 把房子保留下來 去把房子保留下來 来 边总 我不走 我一直陪着你 保护你 恶心 恶心 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 你衣服都被我换了 你绝对还能做什么 你绝对 早上不要情绪激动 才有益身心健康 早上吃早餐 才有益身心健康了 昨天晚上的事我有视频 你要看吗 你是变态吗 这种事你都怕下来 老公 怎么回事 放开我 这是老公的房子 拦着我干什么 东山 是我们的房子 放开他 这是老公的房子 你放开我 昨天晚上的事我有视频 你要看吗 你是变态吗 这种事你都怕下来 老公 怎么回事啊 放开我 这是老公的房子 拦着我干什么 东山 是我们的房子 你放开他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终于笑了 谢谢啊 一句谢谢就完事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是谁 拉着我的手 还一直不肯松 叫我不要走 怎么可能啊 昨天晚上我依稀记得 我一个变态老男人 非说要照顾我 保护我 我不走 我一直陪着你 保护你 不能讲 想想多恶心 你的行李 我已经派人过去拿了 从今天开始你跟我住 你要学会怎么适应 做我的鸡太太 不过在此之前 要先拿点酬劳 等一下 你能先把眼睛给闭上吗 嗯 不 利息 可恶 酥酥那个野丫头 真的是走了狗使院 靖宁瑞这种高富帅 竟然放着真千金不要 静眼下看上了她 我真是瞎了眼了 看上你这种废物 做生意比不上靖宁瑞 和别人打架还被做成猪头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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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最喜欢的草莓慕斯 谢谢你啊 还记得我爱吃这个 可以帮我拿个叉子吗 好 你敢推我 你闹够都没有 还想不够丢人吗 我才是你女朋友 你竟然混在这个贱人 狗都吃到对主人中心 你也狗都不如 阿思琪 你勇装以后再也别回来救我 谢谢你啊 素素 你跟静凌瑞在一起 幸福吧 你不够爱我 你竟然背着我 跟你前男友见面 看来我有必要让你履行一下 做女朋友的义务 你不够爱我 你竟然背着我 跟你前男友见面 看来我有必要让你履行一下 做女朋友的义务 要不要拍着我 亲我一下 不是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对那个姓唐的态度好转 是为了之后的报复 你堂堂一个总裁 你心眼比真眼还小 你不会吃醋了吧 你管我 就你这我能要 还想得到我爸的承认 做梦 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老公是个废人 给我一遍去 别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总 我真是特别有诚意 希望能跟您达成这一次的合作 那就让我看看 你的诚意能有多少吧 只要你能帮我 把你们目前的研究数据搞到手 咱们就成交 看来 咱们的合作只能下次了 我还有事要处理 见读了 刘总 我答应你 谁在外面 季总 还不快出去 你又占我便宜啊 这次我又出手帮了你 赶紧适应好做季太太的身份 那下次就不是气你这么简单了 我还你 书籍都在里面了 你可不要耍我 灯 我一定帮你得到家族的认可 数据都在里面了 你可不要耍我 清清 这个大客户要是拿下了 你爸爸肯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 我一定帮你得到家族的认可 那就这么定了啊 好的 来 刘总 给 刘总 这个油盘是空的 空的 你居然敢耍我 刘总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许总 近期我发现 刘总和谭思琪 正在密谋偷取公司的机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与其勾结的 居然是徐小姐 你说什么用你 哦 对了 那个油盘 我怕打草惊蛇 已经哥说话了 爸 不是这样的吧 是他 是他陪我盗取了资料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核心资料 爸 爸 爸 从明天开始 你们两个都不用来上班了 你真是扶不起的烂泥 你 爸 见人去死吧 宁瑞哥哥 你没事吧宁瑞哥哥 宁瑞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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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还好他这是用的笔 很疼吗 其实也没那么疼 那我轻点 要不 你帮我吹吹 好吧 嗯 蘇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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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洗我出去等你 哎 我的手可是為你受傷的 你得幫我洗 你這也太誇張了吧 就這麼一點傷口 要不是你非要貼這個 都省得貼窗口貼了 我不管 我是為你受傷的 你必須給我洗 好呀 要不然 我們去領證吧 你是認真的嗎 嗯 筆心 你看 你能碰水 自己洗 我看了一整天還沒看過啊 你可以答應我一個要求嗎 嗯 就是 咱倆領證這個事 不要讓公司的人知道 嗯 那就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現了 我突然想起來 還有一個項目案沒有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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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蘇學姐 沒想到我這麼快 不好意思啊 蘇蘇學姐 沒想到我這麼快就見到你了 哇 極品小奶狗 極蘇蘇蘇幹嘛呀 極我呀 抱歉 我好像不認識你啊 你是新來的同事吧 沒關係啊 現在就認識了 學姐 我就是因為你才進入這家公司的哦 我現在和你在一個族哦 嗯 嗯 嗯 我不喜歡你看安浩子的眼神 嗯 極總 想得太多會容易老得快 你快放到我 別讓人家看到 不過我有必要先給你身上做個標記 免得別人觊遇 什麼意思啊 丑流氓 把那個安浩子調到別的族 極總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把我調走 正常調動而已 是因為蘇蘇吧 你說對了 如果不是蘇蘇 你早就被開除了 你 沒什麼事的話就先出去吧 是 你為什麼調走安浩子啊 如果現在你是以員工的身份來質問我 那麼請你出去 如果你是以姬太太的身份 是 是 可是 這裡是辦公室 你可別亂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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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姐 給你看個東西 看什麼呀 我喜歡你 我說 我喜歡你 你可以給我個機會嗎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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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蘇你是有夫之夫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你今天晚上去哪兒了 你笑什麼 我去了一個 特別浪漫的地方 至於後面的任吧 不方便告訴你 你是不是欠叔叔 嗯 哎 哎 我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你可以給我個機會嗎 不好意思啊 我沒辦法給你這個機會啊 所以我已經正面拒絕了安浩澤了 你千萬別多想啊 啊 你不會還在生氣吧 安浩澤這個傢伙 完全不顧我的警告 他也不想想 他哪一點可以和我比得了啊 你說得對 我決定要公開我們的關係 避免再有人插租進來 不行啊 我走的可是獨立女性人士啊 啊 你要得寸进尺了 那 等一下 我逗你的啊 什么都听你的 等一下 我不是都答应你了吗 就是对嘛 散发魅力 不自知地惩讽 季总 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过来 过来 妈 快放开我 我要去工作了 你可以搬来和我一起工作呀 嗯 你决定啊 谁让你是鸡太太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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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我可以给您提供 纪事的内部情报 在刘氏与纪事的竞争中 祝您一臂之力 您觉得怎么样呢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你 帮我对付纪明锐 还有他那个小贱人 你的条件小事一桩 刘总 你干什么 你跟他来酒店干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 我跟谁来酒店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刘总 我们走 怎么会呢 我不相信 你说过你爱我的 人最怕的就是不自知 你一个穷小子 怎么能跟成熟多 见到刘总比呢 你当真以为我会看上你啊 你只不过 是我养的一条狗 闲事都来玩一玩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被抛弃了啊 你刚刚 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苏苏 我错了 其实我心里 最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之前是许世晴 他蛊惑我的 你还能 原谅我吗 你觉得 你配吗 刘总 那个苏苏都接补很多次了 你什么时候帮我对付他呀 宝贝 你放心 现在我跟济世 有个合作 等这合作一完 我保证帮你把那个苏苏弄得 生不如死 啊 嗯 嗯 今天心情真不错 对对对 你说 在哪里吃啊 我买的 没用的老色鬼 还等我自己亲自动手 时晴 时晴 刘总真的好疼你啊 给你办派对 找了这么大的别墅 哎 你看 季总来了 还带了他那个老婆 时晴 刘总真的好疼你啊 给你办派对 找了这么大的别墅 哎 你看 季总来了 还带了他那个老婆 哎 哎 哎 其实啊 女人的长相 并不重要 只要你的手段 够硬 就能抱大腿 哎 哎 我和凌瑞哥哥 青梅竹马 从小长大 我怎么不知道 他喜欢什么呢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 这种烂大街的女人啊 一定是他 死缠乱打 又或者是 他抓漏了凌瑞哥哥的什么把柄 我去个卫生间啊 行 你没有干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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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晴 果然是你 苏苏 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 今天 我让你 生不如死 那就看到底谁生不如死 撤开他 撤开他 金神 敢霸占宁瑞哥哥 还敢吼我的头发 我要管理这让狐狸青的脸 没事吧 金凌蕊 你怎么能对我如辰倦情 我能让你去 你可是我的青梅竹马 差点忘了 我一定会让律师 给你多争取几年刑期 我许刘总的未婚妻 你们就这样都看着 哪里来的疯人人 也没称是我的未婚妻 金总 呃 非常非常抱歉 让您太太食入惊吧 你根本就不用 这些事情你跟警察说法 还有 你俩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明白了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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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我 一定要 你 有 你 你 我 你 你 就 去 你 我 所以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 怎么又是你啊 素素 你以为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就能轻易得到 什么意思啊 你有听季宁瑞提过小金豆吗 那是季宁瑞读书的时候 就喜欢的女孩 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可以取代她的位置 所以 其实你比我还惨 你只不过是一个 暂时代替小金豆的工具人罢了 暂时代替小金豆的工具人罢了 你有听季宁瑞提过小金豆吗 那是季宁瑞读书的时候 就喜欢的女孩 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可以取代她的位置 所以 其实你比我还惨 你只不过是一个 暂时代替小金豆的工具人罢了 最后一位 大宝宁瑞提过的 贡献 向导他 就 milestone 做什么 今天周末 不假扮 老板 你也太过分了吧 自己跑出去约会 有我一个人工作 不要求 嘉欣 文斥 我爱你 你就不要把你跟小金豆的 那套校园恋爱往我身上搬了 你怎么知道小金豆的啊 这重要嘛 反正 咱俩结婚不因为爱情 你就别在我面前假装纯情 你俩这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这本主题吧 咱俩的关系 不适合来这儿约会 不是吗 季总 好啊 成全你 咱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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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筋豆 这么多年过去 总算无归原主了 我小时候留长头发 为的是把这些头发 捐给那些 得了癌症的小朋友 去做假发 小筋豆 原来就是我自己 简直就是虾吃醋嘛 季总 我来给您汇报工作了 别动 苏小姐 虽然你现在是季总的老婆 可是 你也不能随便动小筋豆的东西 这是季总最喜欢的 季总喜欢是吧 那我 不仅要动 还有大肚 可恶动 苏小姐 我 小筋豆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的苏苏 你把我叫过来 你人呢 没有东西 你不是 你不是 又刚从公司出来吧 你要是敢骗我你就 你不是 你不是 放电的小姐姐 你没事吧 我让你做我的女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才不要 只要你能帮我把老房子保住 你的要求 我全答应你 小金豆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的苏苏 小姐姐 你不要掉了小金豆 别忘了 我给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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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不会怀孕了吧 没有 我就是 晚上吃得有点多 我 快isp 是不是 我 你找人 你心轻啊 这 bail吧 满 Qui 你还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